你再胡说 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老哥吼完这句话 便摔门而出 我只能无奈叹气 莫非我真容不下老哥带回家的这个新嫂子 可后来的事情告诉我 我的直觉没错 去年那月二十四 正是南方的小年 我和老哥特意打算在那天请假回家 陪陪爸妈 我工作的地方离家近 早早就赶了回去 而老哥 因为要带女朋友 也就是我准嫂子迟了回家见父母 自然要多耽搁一点 将近十一点 老哥终于到家 站在他身后的女孩 慢慢显出了身形 好家伙 眼睛大大 皮肤白皙 个子大概在一米六五 笑起来时 又便脸颊显露出来一个浅浅的梨窝 整个人看着像是一朵不安适适的小白花 真清纯 是我那个直男哥哥喜欢的款式 我一下子就对这个新嫂子有了些好感 闲聊天 准嫂子迟了说她家是隔壁省的 爸妈在国外做生意 常年不回家 和父母其实关系一般 平常也不怎么联系 我发现迟了工作的地方竟然和我上班的地方就隔一条马路 有点巧合 我有心插一嘴 但看着他们几人谈的深入又非常尽兴 尤其是爸妈都表现出一副不愿被其他人打扰的样子 也就没有多嘴 安静地打着自己的游戏 那时我没有想到 因为工作地址相近 竟然还有英雄救美的机会 大概是复工一个星期后的早晨 我从隔壁大厦经过时 凭借着两个眼睛5.0的好视力 爸老远就看到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男人 正对一名长发女性纠缠不休 行动间拉拉扯扯 看着让人毫不舒坦 长发女人转身 我认出她来 竟然是我的准嫂嫂迟乐 那名保安一直拽着迟乐的衣服不放手 迟乐则一脸焦急和害怕 他像路人露出求助的眼神 可路人许是顾忌男人保安的身份 以为迟乐是犯了什么事 竟然没有一人对他伸出援手 我心中疑惑 他怎么会被保安纠缠 而那位保安小哥 我看你长得也算是眉目周正 怎么也能干出这种流氓行径 而迟乐以后和我会成为一家人 我可不能任由他这么被欺负 否则老哥和爸妈知道还不将我赶出家门 我常年健身 身上有魁梧的肌肉 上前手起拳握 对着那保安小哥的脸就是一拳 接着将迟乐拉到身后 对方倒在地上 嘴角流出了一抹红血丝 表情弄住了 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我的出现 但即便如此 他的眼睛依然还是固执地盯着迟乐 我能感受到迟乐的身体正在轻微地颤抖 作为一名柔弱的女子 遇到这样的事情 会害怕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尽快让他平复情绪 我准过脸 表情一个凶狠 地上的保安被吓到 这才慌乱地爬起来 最后看了迟乐一眼 跑远了 那方向 竟然还是朝着我工作的那栋大厦 但我只看了一眼 视线就又落到了迟乐身上 你没事吧 尽管保安走后 他的身体已经不再颤抖 但我多少还是有点担心 可吃乐的表现 却让我吃了一惊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盯着远去保安的背影 直到看不见 才像游魂一样自顾自地往前走 我一脑袋问号 就他于水火 怎么连个谢谢都不会说 嫂子 好几分钟后 吃乐才像是反应过来 啊 对不起 你是沐青的弟弟吧 实在抱歉 刚才没有认出你来 不好意思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只在一瞬间 吃乐整个人的气质 又变得柔和无比 像是一朵洁白无瑕的 小白花迎风招展 惹人怜惜 看样子 他刚才竟然是压根 就没想起来救他的 就是他未来的小叔子 这个理由说得过去 我心中也觉得有点奇怪 难道面对陌生人的帮助 他也会这么理所当然的 连个谢谢都不说 但他真诚地向我道了歉 又是未来的嫂子 我倒是不好跟他继续计较下去啊 没事没事 你是我嫂子 我们以后会成为一家人 这都是小事 不过 我心中还是好奇 嫂子 那宝安怎么好端端的就缠上你了 迟了迟钝了一瞬 采用非常不好意思的语气说 刚才那宝安 其实我们都认识 他是我同学 不过家里条件不怎么好 成绩也不怎么样 没有机会上大学 估计是现在看到我 舒服的当着白领 而他不过是个小小宝安 心中感到不平衡吧 他说完这句 又认真无比的补充道 那人啊 就是看不得别人比他混得好 作为你未来的嫂子 我也希望你离他这样的人远一点 迟了说完 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接着说他还赶着要上班 就先不聊了 改天约上我哥 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吃顿饭 他表情认真 我不由信了他的说法 那宝安 你得祈祷别再让我看见 不然我见一次 打一次 只是我没有想到 晚上下班时 我竟然就又看到了宝安 可早上说要揍他的拳头 这回却落不下去了 当时一位老大爷被困在马路中央 车来车往十分危险 我正想上前 一道穿着宝安制服的年轻身影 却心我一步 他一边掺着老人 一边对过往车辆打手势 老人才算是平安过了马路 当宝安小哥的脸转向马路这边时 我惊呆了 那人竟然就是早上被我一拳打到在地后 灰溜溜逃跑的那位 他的嘴角还留着一块被我揍出来的淤青 我又转念一想 这样一位会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好人 又怎么会是准嫂子口中那个行为劣迹的人 看着他快速离去的背影 我对这个宝安小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觉告诉我 他身上有不简单的故事 我是健身房的教练 手上客人比较多 人脉也算比较广 凑巧的是 我的客人中 正好就有一个是这栋写字楼的A发负责人 A发小姐姐 我叫她欢姐 每周二和周五晚上都会来健身房健身 欢姐来的那天 我拿着偷拍的宝安小哥的一张照片 旁敲侧机向他打听一些信息 欢姐看到照片 竟然一口就说出了宝安小哥的名字 这人我知道 他叫王宇 别看年纪才二十四 五岁 但在公司已经待了有六七年 当年好像是高中毕业后 就经过老乡介绍在这边干 他老家是农村的 说到这里 欢姐突然叹了一口气 接着降低了音量 富尔对我继续说道 听说王宇这小子 当年高考成绩出来后 已经被一所一本院校 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海大录取了 结果没上 平常生活中 我们也从没看到他和家人联系过 大家都猜测 他的父母当年估计因为太过生气 与他断绝了来往 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欢姐最后又叹了一口气 看得出来 他很为王宇感到可惜 海大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不就是我老哥的母校 正好周末和老哥约好了回家看父母 不行 这是我得回家和老哥打听打听 周末时见到老哥 我把这事当成故事说给我哥听 本没有抱着得到什么信息的希望 谁知道我哥这个大直男听完后 却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好像之前听我室友说过这事 大概我大三那年吧 室友回宿舍后就说他老家有一个傻子 叫什么雨来着 可惜了 听说要供女朋友读大学 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 放弃了自己入读海大的机会 把欢姐和老哥提供的信息一对比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原来王雨竟然曾经还是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人 难怪他父母气得要和他断绝关系了 那他那个女朋友现在在哪 我又问老哥耸了耸肩膀 表示不知道 这个时候 我已经完全推翻了嫂子 持了之前强加给王雨身上的一些负面的人设 可嫂子她为什么要骗我说 王雨是那种让人一言难尽的人 还让我不要和他接近 第一次 我觉得这个小嫂子 似乎不像外表变现出来的那样单纯无辜 我将手搭在老哥的肩膀上 将前些天的经历告诉给他 多嘴问了一句 哥和嫂子相处的这些日子 你有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本意是想和老哥探讨一下 可这话刚说出口 却像是碰到了老哥的逆鳞 他面色一沉 迟了以后是你嫂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小天 再有下次 就算你是我弟弟 我也是要跟你计较的 你别故意挑衅我俩的关系 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姑娘 别有下一次 她说完最后一句话 狠狠扶到我的手 面带怒容地出了门 老哥对迟了下意识的维护 对我措辞严厉 也让我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也感到委屈 可她毕竟是我哥 我不能和她计较 明明刚见面 我对新嫂嫂还有些好感 但这个时候 我莫名开始不喜欢迟乐了 因为她的到来 让我和老哥之间 维系了二十多年的兄弟情 出现了一道裂缝 这件事情撞死这么平静的过去 可平静的背后 也有可能是山羽越来 第二天早上上班 在楼下遇到了正在执勤的王宇 现在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他之前被我揍的那一拳 纯属无望之灾 我走到他面前 认真地跟他道歉 说完还给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弓 王宇被我突然的行为惊到了 半天才像是反应过来一样 扶着脑袋 说了一句没关系 表情和动作看着都有点憨厚 这样的人真的有点难以想象 当年其实是一个能考上海大的学霸 我也实在很好奇 嫂子为什么对他态度那么奇怪 王宇和嫂子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方便知道的过往 看着王宇 我脑海中突然就闪现了一个想法 虽然这么问有点不礼貌 但是我还是想问 你怎么能穿着保安的制服 去纠缠人家女孩子啊 这要是被人认出来 会对你们公司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吧 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担忧 王宇听完愣住了 随即才不好意思地说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 没考虑到这些东西 我又问 情况紧急 和那个女人有关 我有目的地隐瞒了 迟了和我哥目前的男女朋友关系 王宇迟一半上 似乎在思考要不要说 迟一几秒 最终才开口 那天我纠缠的那个女人 她其实是我的初恋女友 说完这句话 王宇再不想多说 低下了头 可我却被王宇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 惊得说不出话 心中激动 我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都隐隐颤抖起来 王宇当年为支持女友上大学 辍学打工 放弃自己入读海大的机会 而迟乐是王宇的初恋女友 也就是说 迟乐撒了谎 在享受了王宇四年的付出后 还试图往他身上泼脏水 他满嘴谎言 自私自利 我怎么能让老哥将这样的女人娶回家 他也配不上我这个一直将他如猪四宝呵呵的哥 有心想再去找老哥 可又想到前两天他那样维护池了 甚至对我色力荏染的样子 我意识到这是还急不得 得徐徐徒之 从那天之后 我一有时间就会找王宇聊天 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 我想和他当朋友 搞到信息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我发现 王宇闲暇无事时喜欢打游戏来打发时间 正好我也有这个爱好 于是一起开了几次黑 聊了几次天 王宇开始把我当朋友看待 好哥们相熟后 也避免不了谈到各自的感情问题 说到女朋友 我很坦然的耸了耸肩 表示自己母胎单身 而王宇或许还是放不开 不大想提到他那个初恋迟了 这样下去不行 我只能另辟蹊径 兄弟 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想追他来着 但是没经验 实在无从下手 你好歹谈过一次 给我直直招北 别说 这个方法还真挺管用 王宇在说他当初是怎么和迟乐在一起的事情时 我就旁敲侧记地问一些关于迟乐的信息 原来 迟乐出身农村 父母并非在国外做生意 他自小就勤奋 学习努力 但家里父母重男轻女 在他考上现役中时 因为双胞胎弟弟落榜了 要上学 父母就得花费更多的钱去让孩子戒毒 这对偏心的父母 连问都不问 就打算断了迟乐的求学路 但迟乐不服输 硬是靠争取来的奖学金 读完了高中 少年时期的王宇便是被持了身上的这骨子坚毅的气质所吸引 然后吴可就要的喜欢上了他 甚至为了能让他圆大学梦 放弃了入读海大的机会 王宇从为好的回忆中走出来 接着皱起了眉头 苦恼地说道 其实从一年前他参加实习工作 我已经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开始若即若离 得有四五个月前吧 更是打电话不接 发信息不回 你说他如果要和我分手 为什么不明确地当面和我说清楚呢 王宇说完看向我 小天 我是真不知道 迟乐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 所以上一次看到他工作的地方竟然就在我隔壁 一个机动 才抓住了他 结果就被你揍了一顿 他说话时 我心中也在回忆 结果发现我哥和迟乐也就大约在一年前认识 他们是半年前确认关系的 看我不说话 王宇又继续说 我找他 又不是跟他讨要之前供养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态度大变 我想我知道答案 他那时看上我哥这个既有古外 家脑子缺根筋的大直男了 当然就看不上你这个小保安和王宇聊完后 我收获很多 接下来 只需要慢慢调查 然后趁着所有人不注意 在大家面前揭穿迟乐的真面目就行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周末 我和老哥一同回家 饭桌上 老哥说了一句话 经过我连筷子掉到地上都忘记捡起来 爸妈 我想尽快将乐乐娶回家 老哥这话说完 我脑海中首先就冒出一个想法 迟乐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所以老哥才会在他的石头下 这么急着要结婚 但我看老哥一脸认真的表情 又感觉不像 是啊 他可是自打带迟乐见完父母后 就一直想尽快将人也娶回家 一边的老爸老妈也愣住了 随即像是被这个大消息砸晕了脑袋一样 老爸更是欢喜地一口问下了一杯白酒 成 儿子 你咋说都成 我和你妈就盼着你早点成家立业呢 他们三个人都笑了 可我却笑不出来 二十多年来 我第一次看到老哥这个愣头青这么喜欢一个人 第一次这么想和一个人组建新的家庭 也是第一次看到老爸老妈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样子 我心中难得产生了迟疑 真的要破坏迟乐在他心中的美好印象 破坏哥哥一生的幸福 真的要让爸妈娶媳妇的梦就此破碎 纠结一天后 我最终还是决定 先看看迟乐的态度吧 如果他结婚前主动坦白 相信哥哥以及爸妈也都会再次接纳他 毕竟哥是真的喜欢他 如果他还是隐瞒 不坦诚 那么 就不要怪我采取非凡手段了 我不管持了过去生活的多么凄惨 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不受欺骗 不受伤害 涉及到结婚 见双方父母便是一个很正常的流程 老爸理所当然的就问老哥 母亲 你看你和乐乐已经决定结婚 这结婚前 咱们是不是的和亲家母他们约个时间见一面 我哥愣了愣 才满不在乎的说 这是您别操心了 我晚上回去和乐乐商量一下这事 今晚上给您回复 因为想知道结果 我一直赖在家里不出门 瞧手一盼 可以直到晚上九点钟 老哥也没给个回复 老爸不放心 就给老哥去了一通电话 母亲啊 你和乐乐说了吗 那亲家 爸话还没说完 老哥就不耐烦的来了一句 乐乐爸妈是做大生意的人 没空回家 你和我妈看着办吧 说完就挂断电话 徒留老爸和老妈在客厅面面相去 我能感受到 爸妈心中有不安 毕竟这子女结婚 哪有父母不出面的 可我哥像是被吓了酱头一样 说多了 她还生气 对父母发脾气 而这其中 我猜池乐鞠躬甚为 我心知 揭穿池乐真面容这事 缓不得了 谁能精准拆穿池乐的真面目 我脑海中首先闪现了王宇的面孔 她和池乐是高中同学 也就是老乡 意识到池乐的老家 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我请了三天假 做好工作交接 瞒着父母和老哥 不动声色地赶往王宇和池乐的老家 归功于当年王宇为了攻池乐上大学那事 闹得整个镇上人人皆知 所以 我几乎没怎么费力 就问到了池乐家的地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